哔哩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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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心差埃 放空话很多 我不想长大 还是这样过 偶尔犯错房间 很乱又如何 爸爸妈妈吃醋 你们别骂我 不想上学 功课那么多 讨厌数学 答案总算错 世界末日 什么时候 谁可以告诉我 哔哩啪啦 哔哩啪啦 睡觉学不报 哔哩啪啦 哔哩啪啦 考试考古号 哔哩啪啦 哔哩啪啦 什么时候会长高 长大好多烦恼 哔哩啪啦 哔哩啪啦 开心笑一笑 哔哩啪啦 哔哩啪啦 明天会更好 哔哩啪啦 哔 明天会更好 哔哩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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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们 在上课之前 老师要告诉大家 这学期已经有新的款式的书包咯 哇 新书包咯啪啦 哔哩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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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哦 贵妈 好 我们上课咯 胡氏先生在他的故事里 怀念着他的妈妈 那各位小朋友们 你们对这个故事有什么看法吗 如果没有麻了 也要没麻麻 所有事都要自己做 知道吗 樱桃小丸子啊 你的家人都分离了 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家咯 你怎么偷我东西 你是谁啊 小儿子 你怎么也在这里 妈妈不在 我偷东西吃 结果被抓了 我也是 小丸子 小丸子 我们好可怜啊 我们好可怜啊 小丸子 你怎么了 我在想 如果没有麻了 我该怎么办 老师的意思是 要我们随时随地都怀抱感谢妈妈的心 花轮同学 老师 这告诉我们 爱要及时 要随时随地让妈妈知道 我们爱她 花轮同学说得非常好 请坐 谢谢老师 各位同学们 大家平常 都只记得跟妈妈要这个要那个 嗯 却很少想到 妈妈是很辛苦维持整个家 嗯 所以老师希望 每一位同学 每天都要记得感谢妈妈 嗯 知道吗 知道 那这周末的作业 老师要每一位同学 用自己的方式 来感谢妈妈平常的辛苦 写成一篇作文 周一就上来哦 好 下课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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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不要吃一点 感谢妈妈的心哦 那要送礼物吗 不行不行 上星期买漫画零用钱的花瓜啊 就送妈妈十天份按摩去好啊 我真聪明 嗯 小丸子 那个报答妈妈的作业 你想还要做什么了吗 我上了啊 我去业务数码 你们看 这是我要送给我妈妈的按摩券 怎么样 很棒吧 送按摩券好吗 按摩按摩 帮妈妈按摩 送你一张 我妈妈说到一定的开心 小玉 你想还要送什么了吗 嗯 我打算带我妈妈去看花展 花展 嗯 我妈妈有一个很想要看的花展 我打算自己规划行程 趁这个周末跟爸爸一起带它去 消除它平日的疲劳 哇 自己规划行程哦 嗯 挺起来好厉害哦 嗯 就这么决定啊 我要自己规划随于妈妈的周末行程 这真是一个好点罪 小玉 谢谢你 哈 是 不用谢我了小丸子 但你真的不再想想看 什么比较适合你妈妈妈 去百货公司哈 还是去加油 还是要去逛街 哈 要好好来计划一下 嗯 哇 哈哈 嘿 我们这个周末一起去交游吧 嗯 好端端的 干嘛突然要去交游啊 因为麻太辛苦了 周末应该要去散散心 我去花了一个消除疲劳的草原之旅哦 哈哈哈哈 哈哈 你们看 我们一早就出发 追逐阳光 然后躺在美丽的草原上发灾 中午的时候呢 再去一间漂亮的餐厅吃个饭 回城的时候 再去吃一项美味又可爱的餐狗 你们看 这个行程多完美啊 太好了太好了 小丸子真是太棒了 嗯 这行程听起来太吸引人了 这个周末我们就去交游吧 耶 我周末有事了 爸 您能有什么事情啊 诶 我要躺在家里 看电视喝啤酒啊 啊 爸 你怎么这样啊 爸 带我们去交游啦 哦 你哪来的灵感 干嘛突然说要去交游啊 嗯 就是说啊 唉 你根本是自己想要出去玩吧 如果是想要孝顺我呢 不用花这个钱 你只要多做点家事 把你自己的房间呢 给打扫干净 我就谢天谢地了 不行啊 如果这晚上只写了为了感谢妈 我这里这里的房间 那有多丢脸啊 我会被全卖下了啦 我就知道 怎么会突然说要孝顺妈妈出去郊游 原来是有蹊跷啊 对啊 什么嘛 这个郊游啊 要躺在草原上发呆 去漂亮的餐厅吃饭 还要吃蛋糕 这行程根本是为了你自己嘛 小丸子 不是啦 我是真的要感谢妈 拜托啦 妈 还是你有想买的东西 你给我吃 我可以买给你哦 你在胡说八道是什么 拜托啦 妈 你给我吃 让我送你礼物啦 结果 小丸子又在跟妈妈要东西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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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呢 我用一家之主的身份 否决这个旅游的提议 也不允许妈妈帮小丸子买礼物 你自己的功课 你要自己想办法解决 嗯嗯 大家都不懂得我的有心良苦 尤其是玩儿 真是个大笨蛋 做梦是像在家喝啤酒 看电视 到厌鬼考厌鬼 小丸子 你还好吗 爷啊 我没事 这是有一股神圣的武力尬 哎呦 哎呦 小丸子啊 不要气馁 我知道你只是想让妈妈休息一下 但是我那不贴心的儿子 哎呦 他啊 是我的错 是我没把他搅好的 爷 你不要自责 这不是你的错啊 要怪就怪涉冷漠无情的事业吧 小丸子 爷 小丸子 爷 小丸子 你说的对啊 哈哈哈哈哈哈 卖火柴 卖个火柴吧 卖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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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火柴 大火柴 大火柴啊 大火柴啊 卖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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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火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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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小丸子 你的作文怎么办 作文 我也不知道啊 妈不想出去玩 又不想要礼物 那她到底想什么呢 让爷爷帮小丸子想一想吧 嗯 嗯 妈妈每天都在做什么呢 做什么 做什么呢 做什么呢 妈是最早起床的 她一早起床 就会去准备早餐 准备好了 再叫大家起床 接着就是做各式各样的家事 然后就一直忙到大家都休息了 她才最后一个睡觉 哇 没想到 妈的一切也太辛苦了 我现在终于知道妈妈每天在做什么了 嗯 从小忙到了 真的是太可人了 是啊 啊 我知道了 爷 我知道妈最需要的是什么啊 哦真的吗 是什么呢 妈 最需要的就是可以跟她一起分担家事的人 哦 爷爷你看哦 如果我可以自己整理房间 还可以帮妈 拖地 扫地 洗衣服 做菜 洗碗 帮妈 就不用那么辛苦啊 怪不得妈妈都不想出去玩了 原来家里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忙啊 嗯 没错 所以我决定 星期天要当麻一整天 帮妈分担所有的家事 小丸子真的是太聪明了 太聪明了 太聪明了 哈哈哈哈 我太聪明了 爷 哈哈哈 小丸子 太棒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太聪明了 哈哈哈 这不就是妈妈一开始说的心愿吗 嗯 妈 而且 妈她平常 都煮大家喜欢吃的东西 我想要跟妈妈预知 下个礼拜的零用钱 我也要煮一顿 她喜欢吃的丰盛大餐 好好喂老妈 小丸子爷爷也想感谢妈妈 你要让我帮你啊 真的吗 嗯 谢谢 妈 也会很感动的 哈哈哈哈 真的呀哈哈哈 不要哭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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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丸子 你真的是太伟大了 哈哈哈哈 因为小丸子 有一个伟大的爷 让我们一起帮妈妈做事 让我们变成一对 伟大的爷孙吧 耶 哈哈哈 小丸子啊 耶 小丸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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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个太伟大了 这两个人有事吗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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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嗯 嗯 这个星期天 你什么家事都不用做 连饭都不用煮哦 你可以有一天的时间 去做比家事更重要的事哦 你在胡说什么啊 我跟爷爷已经决定了 我们这个星期天 要当蚂蚁整天 我们要帮你做所有的事情哦 这就是我想到 保达马恩情最好的方式 唉 小丸子 你有这份心意 妈妈就很感动了啊 妈 我是说真的耶 我跟爷爷 还想要煮大餐给你吃哦 都煮你喜欢吃的 妈 妈 你喜欢吃什么 快点跟我说 唉 你这样突然一问我 我还真想不出来 就跟平常一样就好 啊 跟平常一样 跟平常一样 不行 要吃大餐 大餐哦 哎呀 大餐 妈 你要吃什么 跟我说 真要有什么特别想吃的 那应该是哈密瓜吧 哈密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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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久没吃哈密瓜了 这还真有点想念的味道 好 妈 你要记得哦 星期天 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哦 交给我吧 我的笔记本 哈密瓜 妈 妈 我不是说了吗 你今天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交给我就好了 对对对 我们要保达你平常的欣扰啊 所有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做了 好 没没没关系了 不不不你坐着休息 你坐着休息啊 你坐着休息啊 啊 千万别动千万别动啊 哦 来来来来 开始打扫了哦 开始打扫了 哎哎哎 我妈你坐好 胆子不是这样用的 哎哎哎你放心你喝茶 你喝茶啊 好好好 高高的 旁边应该有两只小鸡跟着他 拿着不求人 帮他放在他的位置上 哇 不是叫你不要动吗 哎哎哎哎你不要动我说 我没有报答你平常的欣扰 你怎么可以动手呢 你不要动啊 嗯 看着我们做就好 看着看着 哇 哎呀 哈哈 耶 客厅 完成 完成 我们真是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哈哈 走吧 走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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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不动手 哇 哇 哇 都还没洗耶 哇 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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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开始 耶 来 耶 这里 你的房间 好 妈 我跟爷 要去买菜喽 什么 你们还要去买菜啊 对啊 妈 我想给你预知十天的零用钱 当做买菜的钱 哎 都拿去 都拿去 谢妈 今天的晚餐就交给我跟爷吧 买牛排 螃蟹 还有牛虾 哇 这餐真是太丰盛了 看我吃一瓶大产绅士 对啊 还要买妈最喜欢吃的哈密瓜 哈密瓜一定要买的 哈哈 我是说你们就在这三百块够吗 哈密瓜 耶 在这里啊 哦 只剩一个 啊 两百九十元哦 要买哈密瓜吗 这是进口的哦 又香又甜哦 啊 如果买了哈密瓜 就没有钱去买其他的菜了 真的要买吗 是啊 爷 不行啊 我们一定要买哈密瓜 哈密瓜 是妈我也想说要吃的 不管多少钱 我们一定要买 既然这样 爷爷今天身上带了一点钱 等一下买其他菜的时候 就用爷爷的钱好了 好啊 好啊 哈哈哈哈哈哈 不对不对不对 爷爷不行了啊 如果不是用我自己的钱买的 这份作业 就不能算是我做的儿 那就没有意义了 爷爷 我们要相信 就算只剩十块钱 我们还是可以煮一顿 放送大家给麻吃 爷爷 我们不能放弃啊 好 就照你说的办 就算陪上爷爷身上这一身老骨头 我也要达成你的心愿 爷 小丸子 爷 爷 老骨 给我这一颗 全世界最甜的哈密瓜 哎呀 结果除了哈密瓜 十块钱 就只能买到两块豆干 连一把金菜都买不起 小丸子 对不起 爷爷 爷爷三十年没去过市场了 没想到菜这么贵啊 难道今天我们学家 就只能吃豆干 配哈密瓜吗 爷爷 我记得 马友说过 他只要吃得跟平常一样就好啦 嗯 我们可以看看冰箱里面还有什么 发挥我们的创意 又能完成马儿的心愿 根本就是一举两的啊 哦哦哦哦哦 这张板子真是太出名了 反正跟平常一样不难啦 嗯 哎呦 太好了 爷爷爷快点 我们赶快去准备 你小心啊 水水平安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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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五地鸡了 五地鸡棚了 二十七块 二十七块 爷爷 鸡棚了 来来来 小孩子 锤子拿来 锤子 什么才会用到锤子 好了好了好了 坐下坐下 让他们去弄吧 我倒想看看 那个老头子 能搞出什么花样 可是这 哎呀 妈妈 爷爷在里面嘛 你就别担心了 难道他们可以 把厨房炸了不成 好啊 是 我受不了了 我去看一下 我去看一下 妈妈 来来来来 坐好 来来来 久不久了各位 放这里放这里 上菜了 哎呀 凤梨料理 妈妈最想吃的哈密瓜 还有一个惊喜哦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对对 这里拿去 这里拿去 来吧来吧 这是什么 来了来了 这个惊喜最有创意哦 这是什么 哎呀 你们看啊 这什么啊 这是我跟爷爷特别准备的惊喜啊 这叫惊喜 但这创意是不对的 这怎么吃得了 就算给我一百万 我一口也不会吃的 我看这一整桌菜 只有那颗哈密瓜能吃 哼 这全部都是我跟爷爷的心血 都被你们招摊 对啊 你看 这道菜再吃这两道菜的 这样多新鲜啊 对啊 妈平常那么辛苦 我跟爷爷两个人一起做 都做不来的事 全部都是妈做的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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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谢妈妈 没有 我倒觉得这看起来不会难吃啊 就是啊 我觉得小丸子跟爷爷做的这创意料理 我觉得挺特别的 挺特别的 这样吗 挺特别我很喜欢 妈 既然你喜欢 那你就多吃一点 不要客气哦 吃吃看嘛 吃一口看看 结果 妈妈今天累了一天 又饿了一碗 结果今天过得比平常都还要累 结果今天过得比平常都还要累 我真是招谁惹谁啊 这什么 给亲爱的妈 今天一天我请职要累死人 终于知道 当妈有多辛苦 又要做家事 又要煮饭 真的很谢妈一直以来的照顾 我要跟你说 妈 我爱你 小丸子 妈妈也爱你 我昨天帮妈洗衣服 还有拖地扫地 做了好多事情哦 小丸子你很厉害啊 没想到最后你是用自己当妈妈一天 来慰绕你妈妈 我觉得很有意义 你妈妈她一定很开心 你真的好了不起哦 嘿嘿嘿嘿 这也没什么啦 但昨天真的是累死我耶 当妈还真不是普通人在做的事哦 真的累坏的 还是妈妈吧 各位同学上课了哦 不不不不不 太好了 周末的时候 有没有好好慰劳妈妈呢 有 非常好 那大家现在把作文交上来吧 我有 我先好了 小丸子 你怎么了 老师要收周末报答妈妈的作文 你该不会 我忘记写作业了 那些旋律 充满怀旧气息 依然不断的 在播放着 Blue and Better 嘿 一起去哪里吧 哪个目的地 随行说宇宙者 嘿 深呼吸一下吧 来轻松一点 小专举 小专举 只 为了与自己相遇 来走近近一地 Let's go 在梦中 在梦里 你都是在欢笑着 我们的 那样的 不是独自的 可 跟我一起去吧 哪个目的地 就算不知在哪 黑 是没有见过吧 就像这世界 堂堂的出发 谁让 还是没有 一些 特别邀请实现的事 只要是现在明白了 就全力集中的 Let's go